接下来 为了在明天的生日聚会上 无露出破绽 志平更是煞费了苦心 男人假扮霸道总裁 来接欣宜的女孩过生日 然而却帅不过一秒 道山问志平想起 小事后许的愿望没有 大耳机那头的志平 根本不记得 只能再三嘱咐 道山见机行事 这时打美出来了 志平忘记自己竟然许过这种愿望 但一种不想感也随之而来 他们订的地点 竟然是在道山的办公室 这就意味着 打美又要来志平的家 志平只好火急火燎地出门 又将南道山的办公用品 全部搬了过来 有了上次的经验 这次收拾的速度快了许多 折山和荣山 更是轻车熟路地找出了西装 好在在打美来之前布置完毕 道山悄悄问志平 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要玩花牌 奈何志平还是想不起来 这波反客为主的操作 志平时鼠也搞懵了 打美拿出带来的点心 说是奶奶给以前道山的礼物 看到一桌子自己爱吃的食物 志平很是感动 同时想起了许这个愿望的原因 在一年的中秋节 打美在信中问志平的愿望 身为孤儿的她 十分羡慕电视中玩花牌的一大家子 于是写下我的愿望 是想跟全家人一起玩花牌 想不到十多年后 打美竟然还放在心上 还带来了奶奶亲手做的点心 志平顿时心里暖暖的 这个有意义的生日 让她感到前所未有的开心 打美说也许是太喜欢 在过节时跟家人一起玩 才会许下这王花牌的心愿吧 游戏中 打美帮着道山说话 志平一脸的不开心 打美说你肯定是一行鞋 并问身边的道山对不对 道山紧张得手抖得不行 晚上送打美回家时 道山忍不住地问你为什么喜欢我 我许是太喜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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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美终于回答出一个 与自己有关的问题 道山却感到十分的慌慌 她害怕失去打美 更是羡慕打美对志平的感情 她将昂贵的行头都还了回去 还与志平划清了界限 她不想在当心里的南道山 而要做回真正的自己 靠自己的努力赢得打美的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